我仔细想了想 谢谢你对我的青睐 我觉得 给你无谓的希望 是没有意义的 我一直把你当弟弟 就像戏里一样 希望你别在我身上 浪费时间了 你一定可以碰到 更好的人 实在抱歉 继续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 你怎么了 不 你怎么了 什么 说人话 我失恋了 你 失恋 你不是只爱你自己吗 对啊 我只是告白失败 我还没有失恋 告白失败 跟失恋有什么区别 谁啊 你滚啊 你滚啊 滚 走啊 走啊 我不想跟你说话 我现在很酸癖 行 我再给你五分钟自怨自艳 然后你给我震作起来 现在整个剧组 都在等你一个人 你这样很不负责你知道吗 我现在要把你花负责让你回来 我来自行 我来自艰 一定是对不起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收到你的信息了 我就是觉得 不跟你说清楚 我会良心不安的 其实你这么做也没错 我后来想了一下 我确实好像给你带来很多麻烦 我也需要时间消化一下 被甩的事实 还是朋友 没有 我才不会放弃 干嘛呢 干嘛呢 我才会带来 你还不来 我还不来 李宗盛 我还不来 他还不来 我还不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去哪儿了 那个浩英 校长就要拍你了 走了 对对对 拍拍拍拍 拍戏 拍戏 加油啊 拍戏啊 丽莎姐 你说那女的什么来头啊 她女朋友啊 不知道 女朋友的可能性不大吧 应该是林浩英的金主 我还真是小看了她 我问你啊 赫尘在哪里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谁知道 咔咔咔 浩英 这场戏你应该没问题啊 怎么回事啊 对不起 导演 休息十五分钟 好 不好意思啊 借我躲一下 躲什么 是那个大美女啊 大魔王啊 不会真是你女朋友吧 女朋友 他们还说 是保养你的富婆呢 保养我 你开什么玩笑啊你 谁啊 我 林浩英在你这儿吗 来了 关门啊 关门啊 过来 过来 你知不知道她来了 她来的事谁都没说 临时妒忌 不知道她在憋什么大招 她来探你的班 我又帮不上这么忙 我还是先走了 你真是临刃脱逃啊 见死不救啊 我现在只能靠你 转移她的注意力啊 分散户离没有用的 你以为她会 这么轻易地放过 再怎么说 她也是清姐啊 她可是你妈呢 等等等等 什么情况